东道主法国队差一点就被日本队击败了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奥运会男篮小组赛 B组的比赛中 日本队在离比赛结束前12秒还领先4分的情况下 被法国队后卫投中3加1 将比赛投入加10 之后最终以90比94输球 遗憾地吃到两连半 法国队内向核心 马次23年庄园秀斑马1比贡献18分 11篮板6助攻两抢断两封盖的数据 加10赛独得8分 展现出了关键时刻的领袖气质 不仅如此 非把官方特别指出斑马还成为了历史上首位 可以在奥运会砍下15加得分 10加篮板5加助攻 且年龄在22岁以下的球员 大家好我是Terry 本场比赛日本队先高仅172公分的神级后卫 河村永辉出战33分钟 26投9中3分球15投6中 罚球5罚5中 砍下全场最高的29分 或加7篮板6助攻的数据 这位前日本第一高中生 在比赛中一直告诉队友们 要保持信念 相信自己可以拿下强敌 至于巴村也打出了一场高效的比赛 16投10中 3分球5投3中 罚球2罚1中 贡献24分三篮板 可惜在第四节被罚下场 没能于关键时刻帮助到球队 虽然是以这种方式输球 但日本队在比赛中展现出的意志力和战斗力 还是让人非常惊讶的 这不由得会让人想到 如果是现在的中国男篮 能和这支法国队打到什么程度 又能和这支日本队打到什么程度 其实日本男篮现在眼中的对手 早已全是欧洲金驴了 而曾经的亚洲霸主的中国 甚至还没将清训理顺 如果再不打下几记强心针 恐怕未来的差距会被越拉越大 B组和法国一样 拿到两战全胜成绩的还有德国 他们以86比73战胜巴西 A组这边 希腊已期7比84 输给了西班牙 吃到两连半 字母哥虽然全场17投12中 高效的再卡27分 但依然是独木难支 而加拿大则以93比83 战胜澳大利亚 取得两连胜 现在积分4分 排名小组第一 雷霆少主SGA 面对前队友 Josh Giddy领军的对手 没有客气 全场10投8中 拿到16分 4篮板3助攻3抢断的数据 而J巴雷特14投8中 3分球6投3中 罚球6罚5中 贡献24分 至于Josh Giddy 虽然没能率队取胜 但他在本季奥运会展现出了 非常优秀的状态 和作为核心空位的球场控制力 本场打了28分钟 14投7中 3分球7投3中 罚球4罚2中 拿到19分 齐了马六助攻 明天凌晨3点 C组的美国将会迎战南苏丹 在此前的热身赛中 南苏丹曾对美国造成很大的困扰 不知道届时 有没有机会爆出一个大冷门 我们就拭目以待 祝你们这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